《西方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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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12月14日星期四 歡迎收聽今天新聞 我們首先看兩岸新聞 下面請聽報導 以色列之前只是用了五部大型水崩 就令哈馬斯的地下隧道變成水爐 大批哈馬斯成員被淹死 而剩下的就轉出地道聯群結隊地投降 目前以色列國防軍繼續開閘放海水進入隧道 向以軍投降的哈馬斯暴增 除了灌水之外 以色列軍隊還準備了五招 將哈馬斯分子逼出巢穴 另外聯合國大會12日再次投票 要求在加沙停火 被以色列大使一招反制 12月12日以色列軍隊的炮彈 精準炸毀了加沙北部的哈馬斯火箭炮發射地 哈馬斯在北加沙的最後兩個據點 也被以色列軍隊完全包圍 謝賈瓦地區的一個恐怖分子小隊 準備向以色列領土發射火箭炮的時候 被以色列國防軍發現 並指揮一架空軍飛機襲擊 消滅了該恐怖分子小隊 哈馬斯成員近兩天相繼大批投降 經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審訊發現 他們器械投降主要原因 是與領導層失去了聯絡 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唯有選擇投降保命 表明看尤尼斯的哈馬斯高層領導 為個人生存自保 撤斷了與底層的聯繫 以色列軍隊一直利用高科技 追蹤哈馬斯指揮信號 哈馬斯高層為了防止自己的指揮信號 被以色列折磨 受到以色列飛彈打擊 已經不再指揮戰鬥 任由基層人員自機戰鬥自生自滅 一名投降的指揮官 維利達特說 以色列軍除了水浸之外 還有轉地炸彈 他們損失慘重 但是他知道的 就有幾千名人員死在地道裏面 哈馬斯的部隊卡桑女幾乎全軍覆沒 他的朋友 是謝賈雅營的新任指揮官 叫卡里卡 也被打死 10月7日的襲擊行動 是個魯莽決策 他指責哈馬斯領導人哈里亞 應該為此負責 以色列國防軍向CNN證實 他們已經在相對比較確信 沒有收藏人質的隧道灌入海水 美國官員透露 以色列還在評估 在長約300公里 有口重防爆門的巨大地下迷宮裏 灌入海水的效用 引蛇出動 不過以色列軍隊並非只有灌水一個做法 還有五個選擇可以對付隧道裡的哈馬斯 包括空襲 動用液體爆炸物 派出機械人 還有放狗 以及用無人機來摧毀隧道 封殺哈馬斯在隧道匿藏的一切可能 眼見越來越多的哈馬斯分子 聯群結隊地投降 聯合國大會急急忙忙 在12日再次舉行投票 要求在加沙停火 美國代表要求在停火協議 加入明確譴責哈馬斯發起的恐怖襲擊 奧地利也提出修正 加入哈馬斯和其他恐怖組織 應該立即釋放人質 但是都被聯合國拒絕 停火決議受到美國和以色列的反對 在聯合國投票之前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表示 停火只是意味著一件事 就是想確保致力於消滅以色列和猶太人的 種族滅絕恐怖分子得以生存 他們認為停火只會有利於哈馬斯 留下後患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指出 美國支持該決議的某些方面 例如需要緊急解決加沙嚴峻的人道主義局勢 保護平民和釋放人質 但是現在的任何停火是暫時的 對以色列人來說是危險的 他們未來將會受到無情的襲擊 對巴勒斯坦人來說也是危險的 他們應該有機會為自己建立更好的未來 由哈馬斯手上解放出來 表決過後 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向大會表示 停火對無數以色列人和加沙人來說就是死刑 並聲明如果通過投票贊成這項決議 就是支持聖戰恐怖分子的生存 和加沙人民的持續苦難 他舉了個牌 上面是哈馬斯加沙辦公室的電話 他反駁聯合國大會說 要停火 就打個電話給哈馬斯的軍事指揮伸雅吧 過去兩天接連傳出遼寧省遼陽市巴士司機 近一年不發公司的消息 除了經濟危機外 中共體制內官員爆料說 體制內對政權的不滿正在蔓延 社交媒體的爆料顯示 一名遼陽的網民說 自己的爸爸就在遼陽巴士公司 已經一年沒有出糧 明明是國有企業 但是市政府不撥款令人費解 最近司機大罷工 司機之外的其他巴士公司的員工 齊心合力幫忙買熱手 希望引起更多關注 因為大家都出不了糧 其實在兩三個月前 就已經發生了一次 遼陽巴士公司的修理廠工人大罷工 中共在11日至12日 在北京閉門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議之上中共也提出 明年嚴空一般性支出 黨政機關要習慣過緊日子 種種消息突顯了經濟崩潰 中共陷入財政危機 最近也從不同的渠道 傳出中共體制內官員 對中共黨魁不滿的消息 12日 中國一名知名媒體集團的高管 發名進華接受大紀元採訪 他表示從日常接觸到的中共體制內官員來看 不滿現狀的官員是絕大多數 他們主要是不滿習近平倒行逆施 影響自己賺錢 進華說 這些人都可以被視為真正的實力派 他們與資本綁定 壟斷或控制一個領域 或一個地區的各種優質資源 中共一旦崩潰 這些人成為割據勢力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 微博用戶私人蘇小澤 日前也發帖說 與東部沿海地區的一個省級黨校的教授聊天 教授說 幫中共各級官員上堂上了幾十年 今年最震撼 教授在一個西部地區地級市委書記班裡問 現在最大的痛苦 最希望改進的是什麼 這班市委書記幾乎異口同聲地說出四個字 依法治國 中共官員展達法律是常態 而他們異口同聲地說 想要依法治國 確實出人意料 有人評論說 我相信是真的 因為沒有法治 沒有人是安全的 也有人說 如果一個鐵文說的是真的 那說明 聽市一級的官員 已經處於一個被磨壞的臨界點上 前大陸人權律師吳兆平對新唐人表示 這說明 習近平治下 現在不僅是民不聊生 也官不聊生 時事評論人黃克分析說 地級官員都要求依法治國 說明在中共內部 想要保住這個黨的 只是極少的人 說明中共的政權已經徹底喪失合法性 她說 中國已經到了突變的前夜 已經接近臨界點 中共這個政權 現在是一推就散 12月11日 台灣一家法院披露 中共曾出駕1,500萬美元 收買一名台灣飛行員 駕駛一架美國製造的 CH-47奇諾克直升機 降落在中國海軍的航空母艦上高 據了解 這是台灣十幾年來 最大的共產主義間諜集團案件的一部分 涉及10個人 其中大部分是台灣現役和退役軍人 台灣高等法院檢察官辦公室表示 這名台灣陸軍飛行員 是一名聖謝的宗教 今年6月曾與中國間諜接觸 起訴書說台灣商人謝秉承 在中國大陸做生意時 被中共軍事情報機構招募 為他提供金錢和有利用的商業條件 他奉命在台灣建立中國間諜組織 招募軍事人員 收集軍事和國家機密 謝秉承找到這位聖謝的宗教 邀請他前往泰國 和中共國家安全部的兩名高級官員會面 他們承諾為謝宗教和他的家人 獲得泰國精英簽證 如果台海爆發戰爭 中共將會幫助他的家人 撤離到泰國 他們還向謝宗教提供 每月20萬新台幣 大約是6355美元的報酬 條件是他駕駛CH-47 奇諾克直升機叛途 降落在中共的航空母艦上高 於是謝宗教就計劃在6月21日 中共軍事演習當日 在共軍的山東號航空母艦 逼近台海中線的時候 將直升機降落在該航空母艦上高 如果成功的話 中共將會獎勵他1,500萬美元 並且安排他的工作 之後他的妻子和孩子 將會前往泰國和他團聚 但是中共軍方的陰謀 在接到舉報後就被挫敗 謝宗教還未來得及進行該計劃就被捕 他和一名陸軍少教 被指控通過雙人謝炳成 向中共情報人員 洩露多個戰區的國防部署 和作戰計劃 以及涉及和美國合作的頂級國防項目 和秘密計劃 台灣高等檢察署11月27日 對10名涉案的人員提出起訴 其中7人是現役軍人 台灣國防部就事件作出回應 國防部長邱國正向立法會議員表示 涉案人員大多數是軍人 該案在5月成立 國防部和國家安全部 聯合展開反情報調查 並提請司法機關調查 邱國正說 近年來 中共對台灣做出很多舉動 台灣軍方也加強了國防教育 偵破了很多案件 並移交給司法部門 網友對這件事也議論紛紛 說中共真是處心積累 想要美國損失一項關鍵技術 可能還影響到台灣和美國的軍事合作 中共太陰險了 但是也有人認為 中共偷了也沒用 共匪得到黑鷹直升機多少年 還是做不出山寨版 就連配件也做不到 還有人說中共這種行為 會帶來另一種嚴重後果 各國對中國在更多先進技術發展方面保密 也就是中共會被國際社會更邊緣化 我們來看國際新聞下面請聽報導 美國跨黨派國會12號發表一份 長達53頁的報告 建立2024年美國的立法目標 來抗衡中共的藍圖 報告明確警告北京 攻擊台灣將會受到經濟制裁 同時強調台美應該優先建立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眾議院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這份報告包括了150項政策建議 目的是防止美國資本和技術 流入大陸幫助中共軍隊現代化 和加劇北京人權迫害 同時要和台灣等盟邦 建立更具銀性的合作關係 報告提出 由重設、預防、建設三方面 來糾正美國政府過去30年的錯誤 對中國政策 一是重設美國和中國的經濟關係條款 二是預防美國資本和技術 流向中國 預防軍事現代化和侵犯人權行為 三是建設和盟國的經濟合作 這份抗共藍圖 除了針對中共 還包括支持台灣的措施 首先美國國會應該指引政府和盟邦 以定聯合計劃 在中共掃諸武力侵略台灣 或其他美國盟友的情況下 令北京付出嚴峻的外交和經濟代價 同時 國會應該制定類似和台灣 同一陣線法案的法律 國會應該立法列出 和盟邦貿易談判的優先事務 國會審議全面雙邊貿易協議的程序 並且在美國在台協會 台灣經濟文化代表處幫助下 由台灣開始著手推動 報告還指出 美國國會應該設立一個辦公室 負責評估中共軍事和經濟侵略 對美國經濟、金融和供應鏈造成的影響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主席加拉格爾說 在涉及中共時採取更加強硬的姿態 來保護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 在涉及和我們的主要盟友和合作夥伴的經濟合作時 採取更加協調合作的方式 同時保護美國的技術和資本 第七屆中國國際器官捐獻大會 企一帶一路器官捐獻與移籍國際合作發展論壇 近日在南寧舉行 加拿大華裔作家勝雪認為 中共要借中國人的器官作為資源收買國際社會 據《廣西日報》報導 12月9日上午大會舉行開幕式 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籍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傑夫 在會上表示 未來希望通過一帶一路國家捐獻與移籍國際合作聯盟 將中國的器官移籍技術傳播到更多的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加拿大公立醫院中醫教授劉教授 12日對本台記者表示 中共強制活摘器官2006年在國際曝光之後 國際醫學界從2008年開始就對中共抵制 她說 很多發達國家都不再參與中共舉辦的任何器官捐獻大會 她打著學術的名義 但國際社會已經知道她的底牌 她又搞中國國際完全是欺騙中國人 當然也欺騙國際社會為他們的強制活摘器官來洗白 這個西班牙國際器官移籍和捐獻基金會DTI 是一個民間組織 目的是為了賺錢 她寫得特別清楚 就是器官的協調 比如說她介紹病人去中國移籍 她中間賺取費用 國際上也在譴責她 但她還不收手 繼續與中共合作來迫害中國人 她搞一帶一路 無非是借用政權的力量 令非法的移籍 犯罪性的移籍洗白 合法化 相當於 將很多人綁在這個犯罪的戰車上 滑向深淵 劉教授表示 中國人太可憐 很多人被殘害 他說 我們看到胡陰雨事件發生之後 很多人都在懷疑 到底這個孩子是怎麼死的 有沒有被活摘器官 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在一個暴虐獨裁的體制之下 其實每個人都不安全 特別是普通老百姓 自己的孩子不明不白死了 家長也沒有權利詢問 中共也不立案 只說是自殺 類似的情況很多 很多大學生、成年人和小孩失蹤 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時事評論員盛雪認為 中共將活摘器官和一帶一路綁在一起 顯示活摘器官的規模要擴大 中共想要這樣賺錢 實在太邪惡 他說 現在的問題是 中共以專制體制進行器官活摘 這樣一種殺人的行為 又要將這樣的做法 打造成中共對外貿易領域的一個優勢 將它和習近平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國策綁在一起 要和中共在整個世界的全球戰略掛勾 每一個人都應該深究 我們知道 中國人可以說是中共的一個資源庫 稱為韭菜、人礦 當中共將中國人的器官 作為它的資源 來進行國際市場的敲門磚的時候 已經不能用邪惡來描述它了 這真是人類歷史上 從未有過的一種邪惡、一種暴力 而且它現在對國際市場進行收買 不僅是有一個回收金錢利益的打算 它更需要的是 在國際社會贏得越來越大的話語權 直接要服務於中共的全球戰略 就是要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是人類命運一體化 實際上就是共產主義化 而劉教授就表示 活責是犯罪 每一個人都應該制止 它說 國際社會將中共活摘器官曝光之後 國際醫學界從2008年已經形成了國際性的宣言 禁止強制器官的移植 包括死囚犯和政治狼心犯 這已經達成國際認識 特別是2014年 加拿大的兩位人權律師 在當時召開的國際移植大會上發言 用他們獨立的調查證據 已經證明 中共活摘器官是真實存在的 法輪功學員是主體 對國際社會提出了警醒 大家特別強調 論理原則非常重要 目前國際學術期刊已經拒絕發表 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植專業的學術論文 因為它的器官來源不明 因為國際倫理要求致願捐獻 違反任何人的意志將器官拿走 去做器官移植就等於謀殺 是一種犯罪 多謝收聽這一節的今天新聞再會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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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